我们还是回来聊聊潮汕男人吧 我们来具体来聊聊这个黄光云先生 他作为您的先生 作为一个就中国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人 来聊一聊他 您对他比较欣赏的品质 或者你觉得他有哪些特点 我觉得他是一个原则性比较强 而且他人性非常好 人性好的意思就是 他基本上不会去做坏事 我觉得这个跟他的信仰可能有关系 但是市场上也经常说 好像他比较tough 就是很那个强势 对吧 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 这个问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 我自己理解就是 生意呢是商场上的事情 大家呢可以去根据你的谈判能力 根据你公司的实力 商业条款是大家弹出来的 但是有一些桌子下面的那些手段 见不太人 不太能见得了 人的比较low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 我自己的态度是我觉得看不上的 所以我觉得他人好 可能是这个就是说 有什么我们可以在桌面上谈 商业条款大家谈 谈成是什么 接受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做 对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我觉得他对孩子 还是非常好的爸爸 对孩子 对家里的亲人 包括对母亲 对兄弟姐妹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对 他当时哪一点最打动你 坚韧不拔 最开始 对 最开始因为他从这个潮上来 其实在北京很不容易 那个时候呢也就在 应该在北京刚刚开始发展 然后呢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背景 也是这个来到北京也没有什么资本 那么刚刚开始做事 我觉得完全是靠努力 然后呢这个多动脑子想 其实运气很少 真的很少 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他 对于很多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人士来讲 都是要努力拼搏 可能是要占很大的成分 大概运气也就百分之一二 很少很少百分比的人 可能是靠运气成功的 大部分我觉得都是靠努力 另外一个我觉得他有远大的志向 就是他很努力 很辛苦的去工作 但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能够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那黄文一先生 他在家庭里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他对我很好 为什么说他对我很好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俩相对 其实有个分工 在公司呢基本上是以他为主 因为他的确在这方面 有一些优势和长度 这是从一开始呢 一开始就是这样 对因为这个公司是他创立的 而且他原来我是 父母是教师的家庭 我上学大学刚毕业 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基本上是以他为主 那么在家里面呢 我觉得女性可能能发挥的作业 另外他那个时候 我的确工作也很忙 一直以来都是一天工作 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 礼拜六礼拜天 一般的都不休息 零售行业就是这样 三百六十五天都不休息 所以呢就是家里面 基本上以我为主 他会给一些建议 但是比如说家里面的布置啊 或者是什么呀这些啊 比如说这个吃什么饭 怎么那什么 他会给一些建议 你很清晰是吧 他会给一些建议 但是他基本不会太那样的什么 不会太多的这个要求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他提的都是一些 好的建议 对 您刚才说他对你很好 你觉得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其实给了我一个空间去做嘛 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位置存在感 第二个我觉得他培养了我 其实我们这个接完婚章生完小孩的时候就在讨论 就是未来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家族企业还是两个人分开 还是其实做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香港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04年吧04年上市了在上市准备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就在讨论就是说他当时有一个例子啊他说哎他说人家现在叫你什么呀我说香港习惯都叫黄太嘛香港习惯都叫黄太嘛就比较复从的这种叫化 香港习惯都叫黄太然后呢那个我说都叫黄太他说那个他说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哈他说你可以让人叫你的英文名字或者叫你肚总会比较好 他自己提出来了对对对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下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后来他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他是希望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你做出来的事情大家应该尊重你而不是说把他作为一个黄先生的附属说你是黄太你就是你自己我觉得这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家庭和夫妻关系是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但是在做事这个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他让我很有信心很独立很有信心我觉得对今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他他对我很好其实他培养了我这是第二点有第三点吗 没想那么多都想两点吧没想那么多 对孩子们呢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了我觉得他对孩子非常的关爱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对孩子可能他的那种爱是不像母亲就是很细腻啊天天那个这个说很多东西啊关心细节啊 父亲的那种爱有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感召啊鼓励啊然后我觉得是这种就是在大的方向上然后包括他跟孩子经常的聊天和谈话 就是他们聊天谈话我一般不参与会一起玩耍吗 时间少会对我印象非常深的时候我生刚生老大的时候啊这个那时候老大可能还比较小呢他拿一个电动车电动车有一个那个嘚嘚嘚嘚嘚那轮子嘛小孩子就玩嘛就觉得好像像爸爸的这个在爸爸的这个好像过山这样弄弄弄弄 别吓着孩子别吓了就这种他他就我觉得他对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包容当然对他的孩子因为他孩子比较小可能也是他的孩子 但是他这种本性就是基本上他是能包容的我们今天在企业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东西我们执行不到位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的就是能力不行真的就是很多东西做不到他还是很包容 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不想做啊那在企业能够承受或者说是企业能够去支持他做的时候还是愿意再给他机会让他去再努力的再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包容的这个体现在很多生活和这个做事上也很多方面也是 国美在十年前在零售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 但是你看这六年来比如说天猫对京东苏宁他们都在快速的这个往变伤对 然后国美呢从一个零跑者零售业的一个零跑者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方面变成了一个跟随者追赶者 那我们很想知道就是您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对于新国美的一个战略的定位 就这个定位是您和管理团队一起来做出来的呢 还是您和黄光玉先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 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现在的确这个市场在变 那么呢很多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叫企业吧 他们也适应了新的这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 有一些呢是新成长起来的 有一些在做转型 那国美在做这个战略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啊 我觉得就是一家企业必须要持续的盈利 尤其是一家上市公司 要持续的盈利 持续的盈利尤其是一家上市公司 那么因为上市公司我们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任 他能够这个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家 其实不一定是这种情况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还没有上市 有一些是过程中后来上市的 我在讲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 在思考国美到底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转型 那么我们采用的方式呢 我觉得的结果是 我觉得是稳中在变 的确可能你会 或者说大家可能都感觉说 国美好像这些年是不是慢了 是不是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连续11个季度的盈利 我觉得在所有的市场上的这个 应该说大部分市场上的传统的零售商 都在亏损的时候 或者说是转型引起很多亏损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些新成长的起来 其实也是在打这种价格战 我觉得但是国美依然连续11个季度盈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 而且11个季度盈利我的毛利依然保持在17到18的这个利润水平 我的单店增长依然在增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季度 11个季度 11个季度 11个季度一直在盈利 对 因为我们每次都有季报嘛 对 所以11个季度一直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可能是稳中在变 稳中在变 而没有很冒进的 很冒进或者说就是说一下子就转过去了 因为很坦白的说我觉得这个互联网 有些人说互联网基因也好 说什么也好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做的的确是有它不同的感觉 传统做传统的零售 尤其是全国的这种这么多的门店 这么多的SKU 和这么多的员工的管理是另外一种感觉 你一个企业贸然的转过去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而是应该基于你的优势 基于你的优势 然后呢去补你的短处 那我们其实也做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国美在线呀 还有我们的卫电项嘛 国美在线应该连续三年都是百分之百的增长率 我觉得它增长率非常快 但是我没有盲目的去烧钱 我没有盲目的去烧钱 我觉得应该说是 我们需要具备这种互联 给客户提供互联网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手段 或者说是这个互联网能够实现它支付啊 这些的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但是盲目的去转型 这个我不太认可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刚才还说到的电商 就我们可以看到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其实国美在线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升 您呢也提到 就是这个国美在线有一个小目标 就是在三年之内要上市 要整体上市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小目标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了 我觉得呢就是说 这个国美在线其实仅仅是我们整个集团里面业务的一部分 上市这个事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一家公司 如果它能够上市 证明了这个企业呢 它是被社会和市场的投资者认可的 另外一个上市之后呢 我觉得它发展的这种支撑力啊 然后从这个监管的角度啊 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所以未来来讲呢 我觉得能够上市的这种业务 我们尽量都会让它上市 对 国美我觉得仅仅是这个 国美在线仅仅是其中之一 它还在这个资本化的路上 对 我们刚才无论是在讲这个线下电 还是在讲电商 其实都讲到了对零售业的这六年来的 您的重新的一个理解 它跟以前六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业态 我们也想请您来具体来谈一下 对 我觉得从这个跟顾客接触的这个层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变 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没有变 就是你怎么样去满足顾客的需求 顾客的痛点是什么 它需要的是什么 你怎么样去满足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抓住了 然后呢 针对这个再去看我们前面的 跟顾客接触的这个层面 或者业务各个板块去怎么做 那我觉得可能很核心的变化 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便利的这种购物方式啊 不再愿意花比如说一整天的时间 或者是大半天 周末花大半天的时间去超市啊 然后还有停车呀 可能网上下单送到家里来 然后这半天你可以做点其他的 你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种服务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美呢 可能在这方面要做很多的这种调整 包括我现在门店经营内容的调整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娱乐化的 这个居客能力强的 同时呢 就是综合的这种解决方案 你要吸引它到你这来 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是场景 他愿意到你这来才行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实现手段上 能够实现这个互联合 其实就是手机的一种 比如说下单啊 支付啊 包括我们的国美管家新推出之后 很短的时间就有100万的用户 因为它的电子说明书 你家里电器 你电子说明书 时间长了 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只要你在国美买的 都可以在这里查得到 还有你的保修卡 还有你想清洗啊 什么这个 其实都是一种服务的概念 对 所以我觉得国美呢 它从一个原来单纯的零售商 转型成一个产品家服务的提供 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万宝之争的时候 其实这种经营者和这个股东之间的这种争执 它会对企业其实产生 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伤害 对 当时对国美的这种影响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好像时间也不短 对 我觉得首先会打击一个企业整体的士气 对 因为你这个大家就各自想 不该想的那些事 没有必要想的 其实平常的时候 大家都这个齐心合力的想工作啊 然后工作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你到有这些事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会有心思干活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公司的伤害一定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也在想 就是说 类似于这种事最好还是能够避免 因为这种事大部分是个人层面的事 个人层面的事 尽量不要拿公司去做一个 互相打的这么一个 叫什么 谈判的筹码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公司伤害会非常的大 这个其实是你回归国美以来打的第一仗 现在来看是 你看我像打仗的人吧 现在来看是赢了 我想问一下 就您觉得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说解决问题 无所谓迎合书 我觉得是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 它公司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 所以就 这是主要是您的一个决策 就打一真正是您的一个决策 还是跟黄文宇先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 对 我觉得在很多 因为我希望能够理解 因为原来呢 其实我没有承担过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就工作 比较 也可能因为你没有这个压力 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去锻炼过自己 历练过自己 那时候其实相对现在来就比较难 反正做海外的 我负责我们所有的上市公司 还有海外的这个投资 收购兼并 大概负责这些 那个时候还比较得心应手 也没有那么累 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的事情 自己的人的这种能力 各方面的历练也不像现在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一个是为了把这个事情 能够更多的处理好 另外一个 不管怎么讲 黄总他是公司的大股东 对 我觉得从工作层面上来讲 我们应该尊重大股东的权利 那么从刚才我讲的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 包括我们是夫妻来讲 我觉得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很多事情上 重大的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都会跟他沟通 但是这个事情也是听到他的意见的 是吧 会跟他商量 我觉得对 一定会跟他商量 对 行 其实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的 比如说当时国美的有一些旧部 我们一部会员了 他们可能在这个夫妻二人都不在这个国美的时候 他们是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对方 站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您回归了之后 这一部分旧部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又回到了这个国美的这种婚下 我们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对这一方面的处理 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很坦白的说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在当时的现场 所以呢 我不太了解 我觉得有点乱 那我也不太了解当时具体的情况 那我是觉得呢 就是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啊 放在了一个不该放的地方 就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它不是个问题的 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是 比如说我们的员工 他应该是希望在公司能够有一个岗位 然后实现他个人的事业的这种成就感 然后也跟着公司一共同成长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该干的事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心思放到该干的事上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乱 所以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既前嫌 重新开始 和旧的这个团队就有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国美 因为之前您也谈到过就是 您处理事情的方法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觉得这个约简单处理 好像就是约有效率 在对待这件事情上 您是不是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看发展吧 因为你去扯那些事你扯到什么时候呢 而且当时我也不在现场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们再去扯那些事 是不是对公司的这个影响会更大 所有人还在这扯这些 对吗那都不如我觉得先把公司做好了 对我觉得做好了 也许以后会有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如果大家觉得还有必要说还想说的话 也许有一个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 你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 你后面终归还是有好一点的东西说吗 对吗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让这些同事们感觉到一种安全感 就这一个事情已经翻过去了 我没有特意的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从某个层面上来说 他们跟黄总的时间和这种沟通 因为原来我负责一块业务 国美电器的零售业务 大部分是他们跟这个黄总在沟通啊 在开会 我只是偶尔会来参加会 所以很多地方 我觉得他们比我会更了解黄总 而且他们跟黄总之间的这种默契啊 包括其实可能比我还更多一些 所以我回来之后 也没有说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去怎么样 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干活 我今天看到你 我想起一句话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对 确实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采访前呢 我们是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网友呢 回答得非常的踊跃 他们的这个问题和他们的兴趣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我们来先来说说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大家非常关注您的这个个人生活 我们也不用慧眼哈 现在您和这个黄光玉先生是在这个高墙内外 六年这么过去了 其实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夫妻间的同甘共苦 所以大家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你们这一段非常特殊的这种北京爱情故事 北京爱情故事 对 我觉得的确是一段人生的不同的经历 我们大概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的 93年认识的 是初恋哈 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呢 我觉得也算得上是老夫老妻了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人生呢 难免有一些勾勾坎坎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这个自己不成熟啊 或者是不小心啊 这种可能被绊倒了 那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外界的一些因素跌倒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我觉得一定要这个自己重新能够站起来要爬起来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调整好心态 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的确是从原来的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的生活哈 所以大家觉得比较正常的生活 到现在这个阶段呢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觉得在内心里呢 其实还是一样的 对 还是有家庭嘛 然后也需要生活 也需要工作 其实我们每天面对和处理的事情呢 有一些不一样 但实际上它背后的东西和你心里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对 我的家还在嘛 对 我工作我也需要做 然后家庭孩子啊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调整好心态还是蛮重要的 还是挺不容易的 也还好吧 我觉得人的潜能呢 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在很这个正常的情况下 或者说一帆风顺的情况下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当你遇到一些这个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这个如果你能调整好调整好心态 你的潜能激发出来了 你心态很平和的去处理 其实是可以走得很好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走得很好 对 好的 那您现在跟黄光玉先生是怎么样一种沟通呢 写信 写信比较多 对 见面呢 一个月可以去一次 对 沟通还是比较充分的是吧 对还可以 对 慢慢习惯了这种方式应该说 习惯了 对 那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奈 或者说是你要尽量的把这种方式能够用好吧 比如说你写信 当然肯定不如面对面的沟通 和每天在一起这种 那每天在一起有些人有一些小摩擦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情况吧 尽量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一般的就写写信啊 然后一月可以去见一次 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我们原来的时候 大家也很多的这种沟通 两个人之间很多的讨论事情啊 就还是交流和这个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也有一定的默契 所以我觉得还好 还好啊 对 因为我想问问就是孩子们 他们还在这个成长期 对 对于这些家庭的这种 或大或小的这些变故 对 需不需要您这个作为妈妈 对 还对他们做一些安抚 或者对他们做一些解释呢 我觉得适当的引导 还是需要的 因为孩子呢 他毕竟对这种事物的理解啊 小一点呢 可能不太知道 那大一点呢 那多多少少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是呢 因为他的年龄和他的经历呢 可能又不能够完全的这个理解 所以我觉得可能循序渐进的 在发生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适当的要给一些引导 但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孩子还是比较健康的在成长 我觉得这个 这几年嘛 我觉得不仅仅对于我是一种历练 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种历练 我觉得孩子他 他们会相对于其他的孩子 可能觉得更成熟 更坚强一点 或者更懂事儿一点 对 尤其是他不太会撒娇 其实 是吗 对 他们对妈妈都会非常的理解 然后也会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疼爱 就是对我非常的关心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 也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安慰 和这个心理上这种满足 孩子会去见自己的爸爸 或者给爸爸写信吗 一定会去的 一定会去的 对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我孩子他很爱爸爸 很爱爸爸 这个我可以感受到的 那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 不让他去看爸爸 爸爸也很爱他 对于我的孩子来讲 我的感受啊 是他们觉得就是 他爸爸永远是他最爱的 永远都是他爸爸 这是不可地带的 所以作为妈妈来讲 我觉得我也应该带他们去 对 我觉得爸爸对他们也很关心 也很关心 对 经常都会给他们写信啊 然后这个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节日啊 孩子的生日啊 他也会让我们给孩子 提他安排一些礼物啊 或者什么 所以孩子对这个的感受 我觉得会使得他很成熟 而且使得他觉得就是 哎呀 爸爸妈妈都很不容易啊 都很 他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承担 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 对 挺好 我觉得所以也 很多人都说 你好像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看自己怎么感受 这个事儿怎么看这个事儿吧 我们来说说这个黄文育先生 这也是网友欢信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个黄文育先生呢 他是潮汕人 像这个中国有三大商方 对 一个是这个潮商 敬商和会商 对 这个潮汕商帮呢 在我们这个大陆民族中 其实是最具有海洋基因的 这么一个商帮 海洋基因 非常的进取 对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李嘉诚先生 刘乱雄先生 还有今年我们听的比较多的 姚政华先生 都是这个潮汕人 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 就是您对潮汕人和潮汕商 您的一个观察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这个潮汕人呢 可能非常的勤朗 无论是这个男的还是女的 都非常的勤朗 另外一个就是对商业呢 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 非常敏感的这种触觉 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就成就了很多的这种 潮汕的这个比较优秀的商人 潮汕的女人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值得这个钦佩 她们在家里呢 一般都是这个又能干 然后呢就先机梁舞 对 能够这个下得了厨房 这个能够出得了厅堂这种的 对 因为我在广州也工作过多年 以前我们在报社的时候 如果有哪个男同事 娶了潮汕姑娘 大家都会很艳羡她 比较贤惠 潮汕姑娘在潮州被叫做姿娘 就是说谁娶了潮汕姑娘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 像您作为一个北京姑娘 有点压力啊 有点压力 对对 压力大了 怎么调整的 有点压力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我首先 其实要感谢我婆婆 我婆婆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潮汕人 她呢对孩子子女的教育 是非常的严格的 就是家里有很多的这种 尤其是做人做事 我觉得她是非常的 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教育孩子 也是非常严厉的 我觉得她对我呢 其实是非常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这个 因为光雨不在家嘛 其实我应该很经常的 去回家看她 她现在不跟你们在北京 是在北京住 在北京住 对而且其实住的还不远 其实我更应该 经常去看她 但是因为工作 的确是比较忙一些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家 看她的次数比较少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说 挑这个儿媳妇 挑儿媳妇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公司有什么事呢 我觉得她都会 给我一些建议